這期懲懷車節目還和大家說一部在中國中高級轎車市場 一定是有它的位置,一款車,它就是福特的蒙迪歐 這個車型有很多故事,當然也對它有很多的討論,很多的看法,甚至一些爭議 但也不要緊,它無論是全球範圍,甚至是中國的轎車市場 它做過的一些成績,讓大家留下的一些記憶,它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這一部是第二代蒙迪歐,它在長安福特國產的第一架 它的誕生時間也是小弟入行的時間,2003年 和它之間亦有很多故事,等一會慢慢說 我們現在看到是五代,只有四輛,很可惜我少了的第一代 但是我跟你說,從第一代開始到第五代 蒙迪歐是完完整整在中國全部實現到國產的一部這樣的車 其實這樣是相當難得的 第一代的蒙迪歐,沒有放出來 其實那部車是由台灣綠和去已經實現了國產 那部車是先進口到台灣省,先進口方面的銷售 但是當時台灣的市民對那部車有很多評價或對比 最喜歡對比,對比加比,同樣已經在台灣國產了的風度 那部的薩迪歐,那部車會和當時的第一代蒙迪歐 大家會做回一個對比 好了,這時候綠和看到那部車才是進口的 和那部薩迪歐相比,你會發現 美國人在做第一部蒙迪歐的時候,一有些那勢 流流的那部車看起來的裝扮或打扮設計都非常之樸素 並不符合我們中國人對一部中高級豪華轎車的一個想像 所以台灣綠和就在那部車實施了美顏 是做了什麼功夫呢? 這個功夫很重要,大家要記住 一直影響到後面爆過長安福特國產的那堆車 都是因為綠和的這一次美顏得到了很好的傳承 就是將它整容,將可以做的車頭燈全部做大 還要中間要做鑽石的反射頭燈 看到眼燈就亮亮晶晶了 然後中網進口原裝版本那部 中網是很低調的一定要弄得大 然後電度也要更多,然後打動的 即是行中央 鋪鋪隔山 還有車尾燈要同步和車油燈同時加大 所以簡單的理解就是車油燈全部都要大 中膜一定要大 電刀一定要多 車刀還未夠大氣 還要什麼呢 要美規保險鋼 那時的台灣市民很有趣 喜歡他認為美規保險鋼是怎樣跟歐規相比呢 它會吐出來一點 後面有風滿一點的 即是請2號車油 大概就有這樣的感覺 於是請2號車油的保險鋼 塑膠的車頭燈 在沙華一般的電動中網 就令到整架車經過這些包裝之後完全不同了 內裝方面 從第一代開始到第二代這一步 都是綠和做了一個親手的改裝 搞一個什麼呢 將福特在歐洲車 因為這輛是歐洲車來的 歐洲福特主導去設計生產 它的內飾當時是全黑的內飾 並且很運動化 不行 我們中國人不喜歡這些 我們中國人喜歡豪華 所以內飾做到淺內飾 全球唯一的這隻蒙迪歐淺內飾版本 就在中國版本上面有的 然後圖目一定要加夠 屏幕一定要加夠 所以這一代第二代的蒙迪歐 它還有三個屏幕的頂配 前面一個 後面有兩隻 所以這輛車當時在台灣上市 有個賭 叫包玻璃王 即是當時的屏幕很貴 這輛車停在路邊 經常被人撞破玻璃 然後偷了它的螢幕 還有 因為這輛車經過一個中國化審美的改裝後 在台灣市場獲得極大的成功 其實這輛車並不是第一次在祥安福特國產的 是在台灣綠和生產後輸入到內地 然後用CKD的方法組裝 就變成第一批第二代蒙迪歐 在內地市場方面的一個行駛 台灣車廠綠和這種改造方式 不單是福特 在同期時的其他 跟台灣本地有淵源的企業 包括東風日產的藍料 還有東南三嶺 全部都所見的 其實是影響了一整代 這些引入到內地市場 各產車整個設計方面的審美 這輛車剛剛去做國產的時候 是幫祥安福特打響頭炮的 你記得嗎? 祥安福特剛剛國產的時候兩輛車 一個是Fiesta 就是我之前拍大風車那輛 那輛是印度版的Fiesta 它也不是一輛真正的Fiesta 所以那輛車其實是相當奇怪的 並不成功 但是與之相反的 同歧視和國產的蒙迪歐 就相當之厲害了 第一 這一輛當然就是一輛全球車 第二 它是一輛德國的全球車 雖然它掛著福特錶 整輛車都是德國車 實在是歐洲福特的設計 所以它那種質感 它那種高檔的感覺 根本就是給予到當時的中高級轎車的市場 它的對手從雅阔去比 從CAMMY去比 蒙迪歐那次都昂首挺胸的 很厲害的 還有它有一個很棒的底盤和操控 這輛車都會令到它當時非常之成功 其實講到這裡有一個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代蒙迪歐在台灣國產時有些波折 因為當時它的波箱出現了東西 大家會批評它 直接影響到第二代 即是這一代的車型 在台灣方面的一個銷售 但是來到內地市場之後 沒有了之前那些不好的回憶 大家不知道那些壞東西 一來這輛車其實各方面全部成熟 底盤也好 內飾又豪華 中間還放著一個鐘在那裡 雖然IWC 它不是IWC 但看起來就知道高檔 這種形象令到這輛車又有操控 又有質感又豪華 後面看起來真的像Fans 令到這輛車的銷量當時是非常之好的 我記得當時它不單是有一個豪華的版本 它還有2.5V6的綠缸引擎 還有它是破天荒的 我記得是第一個 雅鎬都是它之後的 出了一個6前速首波的2.0的版本 它叫蒙迪歐的這個叫不知道什麼型 我去海南去試的 就是在這個五指山的山路上 小弟用剛剛學曉的Hill and Toe的技術 就開著這輛首波蒙迪歐 去征服了海南的山路 當時我對這輛車真是刮目相看 要看起來那些裝備又豪華又行 但是這些操控這麼了得 令到這一輛車真是很好的口碑 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以為繼承著第二代蒙迪歐的成功 第三代又出了一個很棒的 打響了很好的頭炮 你知不知道這輛車是蒙迪歐的高峰 亦都是James Bond 的 可以說低谷 是最適合地氣的表達方式 它第一次亮相 就在James Bond 的電影 王家賭場那裡 它作為它平常的代步車 它出現超美 就是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這輛還有一輛前期版本 Focus ST 同款的Link 相當最棒 這輛車的第一次亮相 就是令全世界驚艷 第三代蒙迪歐 很顯然它在上面找到很多的自信 它的設計線條非常之厲害 洋洋灑灑 又有揭背車的造型 又有這種三雙車的舒展 同計是 亦都有歐洲車自己的血統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角度看過來 尤其是一輛當時 應該是給它後期版本 WOWO S80 這個角度看過去很相似 它整個設計 與WOWO 你就說不出的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 這輛車所用的EU CD 底盤 就是跟WOWO同步開發 我們熟知的XC60 就是跟這輛車同平台去做的 這輛車剛剛國產的時候 我對它都印象深刻 首先它用了什麼 現在我們已經很熟悉的 就是一個液晶屏幕 這輛車我第一次上車 看到它中間這麼大的全彩液晶屏幕的時候 我是經驗的 同級它有什麼車 什麼賣騰也好 沒有的 沒有可能有這些東西 日本車更加不用想 是它有一個這麼高級的屏幕 這麼正的內裝 還有一個這麼型的造型 你看這隻尾翼 是融合了車身整個設計 語言下去的 這條C柱相當之精彩 由前到後一直拉到後面 再形成這樣的感覺 整架揭背車 很漂亮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輛車也是經得起考驗 很漂亮的一輛車 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 第三代蒙迪歐它的操駕水平 比第二代得到一個大的提升 第二代是精靈的 它其實沒有高級感覺 這輛車很精靈 它的操控感覺不像一輛中級車 像一輛B級的小車 有這樣的感覺 但這輛車不是 它走高速的那一手淡定 那種巡航能力 那種高速方面的穩定性 軟勝第二代 亦都是同騎士同級車的翹楚 帕薩特麥騰 我們說歐洲車的淡定 那種操控方面的穩定 你得出了結論 我是認可的 但是你駕駛完這輛第三代的蒙迪歐之後 我絕對相信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很棒 不過這輛車 話又說回來 它也有些問題 就是這一代開始 福特在品控QC方面出了少少問題 這輛車經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Bearling 走到三四萬公里 那輛車就好像開飛機 那樣亡亡的聲響 那輛車會壞 那輛車雖然不貴 但是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所以從這一代的蒙迪歐開始 它那些小毛病 隨著它科技方面的增加 大家會對它有少少擔憂 所以這輛車會有爭議 喜歡它的人會很喜歡 但是用來 假如你保養稍為失當的話 這輛車的車放 有機會是沒有那麼好的 好了 第三代蒙迪歐 我認為是相當成功的 或者哪怕跟這些後輩 放在一起 你問我個人的角度來說 它都是設計方面最在線 是一個顛峰的作品 可能也是因為它太成功了 所以你會見到 第四代蒙迪歐 很多方面跟它都有點像 尤其是車山輪角 不過它的整個設計 就沒有那麼多個性 它的輪角被人磨平了 它就變成一個相對正經的 這樣的三雙車的造型 而很漂亮的那條腰線 那輛車都有的 它依然保留 這是什麼原因呢 亦都是跟福特在這輛車開始 做出的一個決定 是有關係的 從第四代的蒙迪歐開始 福特回歸到 什麼叫做One Ford 其實在One Ford之城 有很多個Ford 歐洲有Ford 美國有Ford 巴西有Ford 巴西有Ford Indian有Ford 到處都有Ford Ford到傻傻地 來到這裏開始 福特說不行 我們所有東西要從全球統一標準 包括QC標準 包括設計標準 以及車型方面的整合 好像之前蒙迪歐 這個叫蒙迪歐 在歐洲叫Fusion 它不是同一輛車 來到這裏開始 這兩個車是開始重新整合 回歸到蒙迪歐的一個大家庭 所以你會見到 不單止蒙迪歐它的造型 回歸到家族方面的設計 它的大佬金牛座 比它大半個尺寸 它的設計都是同源 應該是對的 因為全球那麼多的市場 每一個市場都做不同的標準 這件事是可能有些問題 所以基於One Ford的標準 這部車是叛徐如福特的大戰略 下面有的產品 其實這部車是可以的 各方面的參數 或者它的性能方面 會延續到第三代方面的 很多性格方面的事情 從這一代開始 亦都出現在插運方面的發動機 所以它的動力配置 前所未有那麼豐富 亦都符合到大家對這部車的預期 好了 來到這個時候 蒙迪歐的家族又迎來了 不經不過 已經過了那麼多代 又經歷了一次的變化 有人說它是蒙迪歐的末代車型 末代歐這個車型在全球方面停產 也有不應該的說法 但我不能認可這個看法 它只是好像以前一樣 又一次改了名 那部也是 來到這裡開始 它不叫Mondiel 它叫Fusion 美國方面用另一個名字去存在 其實它的底層架構方面 或者它的車型定位方面 基本都是一致的 來到第五代這個車型 雖然有人說 它是一部中國版本獨有的車型 但是你會看回Eros 和它有什麼區別 無論從車身的結構 尤其內飾 就是一模一樣 福特亦都會意識到不同的市場 其實大家走的路是不同的 尤其是中國市場 我們用戶對車輛的一個預期 我們的生產力的水平 又或者我們汽車市場的實際狀況去看 One Ford這種政策 未必能走得通 你不要說用歐洲車 歐洲這種傳統的中高級轎車 你完全不經改造 放在中國市場賣 你就是死路一條 Benz寶馬頓話 沒得談的 你別說用美國的 美國人現在還可以接受 手攪槍 你還可以接受一些很簡陋的 手動的座椅 他都還可以接受 他覺得沒問題 但中國市場顯然就是不行 再莫講 你會去一些東南亞市場 或者南美市場的車 你One Ford怎麼One呢 沒有可能 所以為中國市場的特別 這個中國市場的高需求 去定制一款全新的蒙迪歐 繼承這個家族的依撥 這樣下來 我認為是很合理的事情 曾經一個年代 我們會說 特工車 中國特工車 是一個貶義詞 因為他會說 你沒有拿一些最先進的東西 過來我們中國市場 現在還有人會認為 特工車是一個不好的一些車型 但是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世界真的變了 特工車已經從一個 不是那麼先進的技術 完完全變成 在中國市場 你的特工車 就是全球最高標準 這四個字 鏗槍有力 打在屏幕上 中國特工車 就是全球最高標準 就是這樣做 而這一輛車 當然都是這樣做 你不看車身結構 它加長了 包括裏面的裝備 包括它的動力配置 以及它的造型 整輛車的要求 都跟以前有大不同 說到這裏 有人會說 以前的蒙迪歐 會有什麼問題 你也說 第二度 可能小問題有些多 或者會不會其他有些問題 但是從新的體系的福特下面 福特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在美國的質量評估 它會有一個榜單 前三十位 是說第三代蒙迪歐的年代 三十位 福特不能談 排28到29 你死不死 是這樣的水準 但是現時 時間就去到三四年前的時間 福特洗心革命 它的那個QC標準 或者它的用戶評價標準 在同樣的榜單 它已經排到第二名了 所以我們要眼見到 它的那個質量要求 是跟以前是會有大的不同的 你問一下現時最新的 福特買新車的這班車主 你會知道它的小毛病 跟以前去比 這個我認為 這頂的帽子可以丟掉它 OK的 不會有問題 原因是它是背靠中國這個製造業 我們對汽車的高標準 是得以這樣的體系 出來的一個作品 好了 這部車其實有什麼特別 可以跟大家說 我現在看到這一部 我現在跟你說 用眼睛去看 你已經完全看不出 它究竟是中配 還是高配 還是什麼 你看不出 它相當之卷 而這部車並不是一部最頂配的車型 也不是一部最頂的動力單元 它是一部1.5T再搭一個Ford和豐田一起搞的THS系統 所以它是一部1.5T的混合動力系統的車型 雖然它沒有掛六排 但是它的能耗水準 或者它的行駛方面的質感 會跟那些電車 我們現時給的那些電車 歐洲的電車去相比 例如我剛開完的IT7等等 我認為它的駕駛樂趣方面 是絕對不會比那些車會差的 還有它的能耗水準 這部車可以去到什麼 全市區 因為這套THS系統的特點就是這樣的 越塞車 相對來說 它反而越喜歡的供況 全市區的供況 很多車主都會開到4升以下的油耗 3.8、3.9左右的油耗 WLTP的綜合油耗 它大概是4.5升左右 加上高速的油耗 哪怕我的死人反彈 不斷踩它不斷踩它 這部車的油耗 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水準 所以以前說福達的車 好像第二代 第一代 第三代這些車 有大食有成的 一直都是大食 那班都是大食的 現在這一代開始 無論從質量方面 油耗方面 都跟以前大有不同 好了 這期跟大家講過這麼多 特別我這麼辛苦 請了三位老演員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福達想我跟大家認識 這部新車 它的1.5T 這套混合動力系統 真是充滿誠意 價格又不貴 即是十多萬 但駕駛起來 據聞會有一些很棒的駕駛體驗 又有好力 又省油 究竟是否呢 我現在上車和大家試試 不知道大家想起福達第一個反應 會是甚麼 對這個品牌是一個印象 但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會想起的是這個品牌的操控 以及運動基因 福達在這方面 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我做雜誌那個年代 我跑過一輪賽車的 就跟CTCC CTCC最輝煌的十多年 Ford 車隊是拿了九年的冠軍 我們的大風車 就是為了致敬它 那部車不是拉成那套花 絕對是深入民心的 可能你會說 那些賽車不代表甚麼 但賽車我告訴你就是代表甚麼 因為那些是廠隊 廠如果對這個運動方面 沒有一個認可 又或者技術方面不支持到 這些技術或者這些成績 是沒有可能體現到全世界的範圍 都是這樣的 而體現在它的量產車型方面 我覺得這些所謂的運動基因 都是有傳承的 體現在這部車是很開的 以及動力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新的Mondio 3 副機器 1.5T、2.0T 以及我現在駕駛的1.5T 混合獨力 三個動力單元 其實都可以的 動力水準都不會差 第二個的底盤 它的底盤 現在它的車變成這麼大 在操控方面 駕駛樂趣方面 可圈可點 都會是一輛很好開的 年輕人喜歡開的車 包括它的內飾、ST-Line 你看這些紅色的線 代表什麼? 這不代表運動 還有前面這個大屏幕 我覺得也是值得出去的 i-mix 的導航顯示 很爽的 這個真正的大屏 我印象中 同級車入面 它就是最強的那個 並且這個屏幕沒有阻擋我的視野 不是神主派那麼同 不會 它是放在這裡 我覺得從設計的角度來說 它不是用最高級的那部 但是設計就是在線的 其實大家會很關心這部車 因為THS 放在豐田裡面 它是為省油唯一一個目標 沒有任何運動方面的聯想 但是THS來到福特方面 我試過它兩套系統 一個就是銳界的2.0T加THS 一個就是這個1.5T THS 我在它上面體現到的那種性能的表現 都是豐田遠遠不同的 首先就是動力方面好太多了 它兩方面要體現 你看到它的機器是190匹 那個電機是131匹 但是它加起來就是200匹出頭 為什麼這樣做到呢 就是因為它兩個的作用是不同的 和豐田的那個策略是有少許區別的 它這個電動機主要就是彌補 這個1.5T 機器中低段方面的一個反應 令到你包括在平時的加速、起步方面 你不用讓一部電動車去羞辱 當然強的那些不行 都是要給它羞辱的 我相信同級的這些車 合資車這方面 你絕對羞辱不到這輛車 第二個 在高速方面 如果你是整天跑100-120公里 需要在100公里 再丟到一刀下去加速 它這個1.5T 機器的後勁 不是豐田任何一部這些NA機器 搭配的TXC可以比擬 所以我會認為它是從起步到機器的末段 這部車都會給我充沛的動力響應 並且聽聽聲音 這個發動機聲 它的修飾都會給豐田的TGS 很沉悶的老牛聲 我覺得是來得清爽的 所以其他方面 你可以說它在裝飾包裝方面 不夠對手或日系車勢力 這是事實的 但是它通過設計來彌補 以及在駕駛質感方面 蒙迪歐我認為會是級別之中的榜樣級的存在 再結合它現在的價錢 十多萬歐落地 十多萬歐落地 不是領到二十那種 從這樣的性價比你角度來講 年輕人買一輛這些車 沒什麼買到那邊 這樣的油耗的使用成本 油耗的水平 並不會令你造成一個很大的負擔 並且你可以擁有 疏造焦造的樂趣 人家 你只要有最好的負擔 整個炒層 現在可以做這些 解采 方式 你得到一個負擔 你只能用來 你再選擇 我做這些不做 我做這個東西 你喜歡做這個東西 你可以做這個東西 你習用這個東西